基隆車站大廳內擠滿等車的民眾 但看板上顯示火車污點 讓乘客好崩潰 非常傻眼 好不容易趕來要火車站去上班 就突然發生這種事情 他們要準備接駁車 就可能要跟基隆公車處這邊聯絡 看有沒有專用的接駁車 從七堵車站接到基隆車站 現在都沒有 然後也沒有加班車 上班就快遲到 只好轉往國安客運基隆站搭車 但排隊人潮已經超過百公尺 國安客運加開班次 但還是沒有辦法紓解人潮 火車壞了 火車壞了 是不是60多就開始出現人潮 對 火車壞了 那你們有沒有加班 已經有在加了 可是因為本來就這麼多個駕駛 已經有在請駕駛 你趕快回來 上班時間嘛 對 台鐵基隆站上午6點43分通報 因為耗資燈故障 目前已第一第二股行車 第三第四股暫時無法使用 列車稍微延誤 總計有基隆 三坑 八堵 七堵等站 受到影響 已經通報供電單位搶修中 基隆站因為今天早上的時候 短車系突然發生故障 什麼原因我們還在 我們現在還在查詢中 那現在的話就是 現在車子呢 超一晚 都晚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只剩一股跟二股 可以收車 可以發車 所以我們等於說我們只有 本來原來的四條線變成兩條線 所以整個車子的容量都已經大大的減少 來不及啊 大家搬辣了 現在馬上就開了 眼看大批通勤族上班交通受阻 台鐵緊急調度 大廳出入口終於開啟 8點10分開出了第一班列車 但比原定6點58分發車時間 整整晚了一個多小時 早上的車子剛好又是在尖峰時段 所以說它的那個那個 我目前有發的四班車出去 除了西部幹線延誤之外 東部幹線也發生事故 暖暖到四角停間 東正線上午7點半 發生列車插撞行人事故 西正線只能單線雙向行車 兩起事故造成了許多民眾上班 通勤族大受影響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 通勤族大選機